国陣拿中国捐的口罩来派 用脑想都知道 最近FB的吹水赞啊 WhatsApp啊 很流行跟你讲一样东西 那就是口罩 那些亲反对派的网军 到处跟别人讲 那那个国陣的议员啊 拿中国捐出来的口罩和物资 拿来贴上自己的样子的sticker 然后再派给人腰功耶 把别人的屁股当作是 自己的你来博讯传 但事实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新闻和网络上 看到所谓的口罩 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 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捐赠的 没错 中国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 的确热心的捐助口罩给我 但是这些口罩都是 直接交给受贿的单位 或交给政府处置 绝对不会交到政党或议员手上 例如中国大使馆 捐赠给双心毛鲁医院的 一万五千个口罩 是直接送到医院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又被 清反对党的网络给骗啦 很明显 国政的议员是拿不到 中国捐的口罩来派的 何况那些网络 当堂堂大国的中国是啥的 中国政府的口罩交给我国的政府 会给你政党或议员 拿去你的选区拍 用脑翔都知道啦 第二 政府花钱跟中国买的 中国除了捐助口罩给我国之外 其实我国政府也有向中国 购买一千万片的口罩 但这些口罩都拿来分配给前线的人员 还有免费派给人民 那这时你就会问哦 既然政府买的口罩都给了 前线的医护人员和警察 那些派给选区的口罩是哪里来的 那其实是 第三 政党的议员或者会所自己买 或热心人士捐赠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国政议员派的口罩 无论有没有贴上政党或议员的 照片和党徽 其实这些都是政党或政党的 议员和会所自费购买 又或者热心人士和团体捐赠 绝对不是拿中国捐的来拍 相信你也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些照片 那就是行动党领处 比如林冠英兰 尼可敏等人在口罩同样贴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 不管这些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难道他们也拿中国捐出来的口罩来拍吗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因为无论是国政还是西门的议员 他们都有自己的政党和服务中心出钱来帮助这些人民的 如果你依然觉得 我还是坚信相信这些网军所说的咯 我始终要相信行动党的党报火箭报奖 我这一定是有拿中国捐的口罩来拍的 那以下的这个证据就可以当做一个提醒咯 前几天火箭报拿了一张贴着 魏家强和马云样子的口罩的图片 讲马话齐接了马云送的口罩为自己博宣传 结果很快就被打脸 原来这张图片是一个网民捏造的假图 没想到火箭报在没有查证之下就放上FB抹黑马滑 结果最后只能心虚的删掉这个贴文 所以说 孙佛金报要生真是胸目撒命啊 何况是那些枪手和网军呢 其实在全民抗议的非常时期 政府和人民都已经是很累了 但是这些亲反对党的网军和枪手 在这个时候还要上播脚消息来误导人民 简直是卑鄙中的卑鄙啊 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的话 就请回头试案 不用再上播那些假消息再添乱啦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